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柳博温,大名帝师的穷徒陌路。 西叶长青,老爷,老爷夫人,生了事个代把的,仆人刘泉慌慌忙忙的向老爷说着, 好,好,好,老爷连说了三个好字,就冲入了产房旁人室,拉也拉不住了,夫人辛苦了, 老爷来到了夫人床前,老爷快给孩子取个名字吧,愿我刘家七叶长青就叫刘姬吧, 就这样以后叱咤风云的帝师刘伯温出生了。 相遇民主1360年49岁的刘伯温,遇到了他的民主朱元璋,朱元璋经其卫神人, 宁其卫军师,然后刘伯温的人生,就像开了挂一样单边作战各个击破, 打败张世成射杀陈勇让淹死小明王覆灭蒙元朝八年的风雨八年的奔波与谋善, 诸葛亮没有出来的太平盛世,他刘伯温做到了公元136,八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 国号大明一个太平盛世开启,期待的太平盛世, 然后明朝的历史,我们也看到了并不太平,兔死狗喷俗话说得好, 脚兔死走狗喷,高鸟尽粮攻藏,敌国破谋尘亡, 明初刘伯温虽为遇事忠诚,却有着丞相的权威朱老八眼睛里能融下词的, 前之五百年后绝五百载,的人于是就有了, 胡维庸送药刘伯温,刘伯温有病了卧床不起, 当时是丞相的胡维庸,就带着御医去给刘伯温看病, 但是御医的药方确实毒药啊,不仅不能治病反而害了刘伯温的性命虽然, 后来胡维庸交代是自己家害的刘伯温, 我们想一下,是不是有朱元璋的默许货,这暗示了历史的真相,我们不得而知, 但刘伯温,见证了一个时代,诸就了一位帝国吗?